一九九零年十月七號 時任總統李登輝宣布成立 國家統一委員會 簡稱國統會 第三次會議通過國家統一綱領 國統會成立後 總共開了十四次會議 在兩千年政黨輪替 就沒有再召開議會 並且在二零零六年二月 正式終止運作 趁著黑夜大規模空襲 二零零年十月七號 美英聯軍對阿富汗 展開反恐軍事行動 報復911恐怖攻擊 針對阿富汗蓋達組織 和塔利班的政權 發起這場戰爭 目的就是要逮捕 冰當丹等蓋達組織成員 懲罰支持蓋達的塔利班政權 二零零八年十月七號 泰國再度爆發反政府示威 上千民眾企圖阻止 新任總理和議員進入國會 和警方爆發激烈衝突 造成至少八十多人受傷 當時才上任不久 泰國副總理昭華麗 也因為這波衝突引救辭職 華日新聞 陳凱生整理報導